传出有医生违法持枪 远检网络巡逻时发现了有人 通过网站购买枪支改造零件 循现来到花莲玉里医院的医生宿舍 结果查获了枪支还有改造工具 虽然出判没有火药成分 但是否具有杀伤力还要进一步厘清 而玉里医院已经依照违禁品等等相关规定 对这名医师做出惩处 明明是致病医人的场域 但花莲玉里医院竟遭人爆料 有医生死长枪械甚至还存在院内开枪 事件源自万华分局远景进行网络巡逻时 发现有人透过网站购买组装枪支的零件 群现追查是来自花莲玉里医院某位医生所购买 向花莲地月申请搜索票 到该名医生的宿舍搜索后 果然查获一把改造现弹枪 那后续该枪支是否具有杀伤力 是否违反枪暴弹药刀卸管制条例 这部分还在侦查中 医生若往后声称只是单纯觉得好奇 有去才会买模型枪相关材料 在自己研究改枪技术 警方已经将枪械送往刑事局鉴定 初步判定没有火药成分 但到底有没有杀伤力还要进一步鉴定 而院内开枪部分检方则表示 没有相关证据能够证明 造成里面的不安 有造成一些不安的问题 医生非法持枪消息一出令不少人感到讶异 玉里医院则发声明回应 为了要维护侦查顺利进行 同时保护当事人名誉 不便对案情做过多解释 但已经针对违反宿舍管理规定 携带违禁品对该名医生做出惩处 记者陈静燕换力报道